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钟 最近在海外的平台上有一条视频特别火 有一些海外的华人观众就给小钟事情留言 说让我聊一聊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当时我就在想什么事情能够让大家想到在非洲的小钟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这位网友的留言 他就说一直很喜欢我拍的视频 但最近有一个很痛心的东西 想要跟我分享一下 如果我有能力的话 希望能够做点什么 他发了一条视频链接给我 然后这个视频是BBC做的 视频里面的主人公是一位在非洲的中国人 和一群非洲孩子们 大家听到这里是不是想到了 几内亚的非洲飞鸽和猴鸽 当然不是哈 这个中国人他做的事情 是完全跟飞鸽不能相提并论的 飞鸽做的内斗是正能量 他做的事情我觉得 反倒是在抹黑咱们在非洲的中国人 本身我是不愿意去讨论谁谁谁的 但今天这个事情我觉得 我还是想跟大家聊一下我的看法 那咱们话不多说 先看视频吧 大家可以听 在几天2020年 一段时间的视频发生了 在中国的上次 电视机上 有人在给了 非洲孩子的写真人 回答 我是黑咱 我是黑咱 去杀敌 去杀敌 耶 耶 我不知道大家看完这个视频 心里是什么样一种滋味 我觉得作为一个正常人 看到这样的一个视频 心里都会很难受 尤其作为中国人看到这个视频 我觉得应该很愧疚 因为这个视频是一个中国人拍的 他所从事的视频拍摄内容 主要是一些举牌 就拿着一个牌子 写些什么生日祝福 婚礼祝福 等等的这些内容 反正我自己是看不下去的那种 原视频 它是拍摄于2020年 后面小松又去收了一下 视频的相关内容 然后我就发现了 有一位非洲加拿的YouTuber 他把这条视频 重新制作了 然后放在网上 小松现在把那位YouTuber 他的这条视频的内容 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的视频 像这样的视频 让人们进入你的国家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去你的人 这些人 这些人 这些人在中国 这些人在中国 这些视频 这些视频都会在中国 不久以前 人们发送我视频 视频从中国 他们用了一个视频 视频 去说 Ghana 是一个坏的地方 去 Ghana 是一个新鲜 地区 你只不需要去 他们用了我的视频 视频 在我的父亲 的 他们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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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有网络上有很多的一些视频创作者 他们拿着非洲的一些视频素材 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找的 然后一味的去说 非洲有多么穷 多么的不堪 大概都是这些话术吧 然后以此来博取流量 我记得之前在知乎 有一个话题很火 是不是非洲人都去感谢中国人 你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 所以大家想想 有一些人他们做的一些事情 被传到非洲之后 别人是如何去看待中国人的 当你的国家被一味的贬低 被一味的说贫穷 说不堪 说疾病 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然后在片尾呢 他就留下了一句 含麻量极高的中文 所以大家看到了 含麻量极高的这句中文了吧 我觉得这个应该代表了很多 知道这件事情的 非洲的一个心声吧 这条视频的播放量是大概20万左右 到现在是有100万粉丝的体量 蛮有影响力的一个非洲YouTuber 大家知道在中国网红都是比较有影响力的 其实在非洲也一样 加纳YouTuber的这条视频 它是在2020年2月15号发布的 也就是说在这条抖音视频发布不久 他就把它放到了YouTube上面 但那条视频当时也没有大火 直到两年后的今天 BBC的一个纪录片的制作团队 他们就根据这条视频暗图所记 就发现了这条视频是在非洲的马拉维拍摄的 所以他们就来到了马拉维 通过暗访的形式 就找到了那位拍视频的拍客 然后后面呢 这个BBC的记者啊 就直接找到了卢克 举着摄像机问他 这视频是不是你拍的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要拍这些视频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拍这些视频呢 因为想传播一种中国文化音乐舞蹈 这里都包括已经中国的文字 汉语有呢 文字 中国文字 还有可以唱中国歌 然后又跳跳舞这个意思 主要武帝在拍这些视频的时候 是什么 你要赚钱还是你要帮助党钱 是吗 当他说到自己在传播中国文化的时候 我不禁想到了网络上那些在各个国家 打着传播中国文化为幌子的一些拍客们 大家知道近年来呢 短视频特别火 就越来越多的一些旅行博主啊 再非华人啊 就通过短视频的平台 来分享一些自己在非洲的一些生活啊 工作啊 还有旅行 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好事情 能够让国内的观众 以及海外的华人 更好地了解到非洲 认识非洲 但是呢 就是有少部分人啊 他们打着这种传播中国文化 或者是做公益的这种幌子啊 以那种比较高姿态的去帮助那些人 其实对于我个人 我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 我也想要牛娘 我也很想要大家去更多的关注我 更多去看我视频 然后我也能赚更多的钱 但是我觉得这种视频 我始终就是拍不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拍 就感觉自己也说不出那些话 对于卢克的这种行为吧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作为一个在非洲生活了5年的人 实在做不到无动于衷 其实我也想到过发这条视频的一些后果啊 因为我也知道国内的人 对于非洲人的舆论是什么样一个风向 可能会有一些观众说我落井下石 去踩别人 但是我觉得这都不重要 我觉得像那位卢克 现在应该十分懊悔他的行为吧 但我觉得怎么说呢 作为一个成年人 你就应该为你的行为负责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在拍视频的时候 我是黑鬼 我是黑鬼 金沙迪 金沙迪 耶 耶 他在拍视频的时候 似乎还有一点邪魅的笑 还耶 这里呢小中也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在油管上都是如何评论的 其实评论的有蛮多人都是中国人的 很多人说 我为有这样的同胞感到耻辱 我想对那些孩子们说声抱歉 也有用英文评论的一些中国人啊 他们说作为中国人 我强烈牵责这种行为 我也呼吁把这个人送进监狱啊 还有人就是说 我为有这样的同胞感到羞耻 人格扭曲 上进天亮 然后还有一些海外的华人 他们是这样说的 希望不要有太多人看到这个视频 因为太丢人了 他是一个华人啊 他不一定是中国人 还有说的是 作为一个在非洲生活的中国人 我尽我最大程度去尊重每一个人 尊重每一个宗教 他们和我们没有太多的不同 我喜欢非洲的孩子们 不应该被视为是一种生意 看到这个视频我很心痛 当我们在这里建学校 建医院 但他的行为属实是打了我们的脸 所以作为中国人 真的是表示很常规 也很抱歉 还有一位其他国家的华人啊 中国人现在的文化 就是喜欢看这种虚伪的暖心故事 尤其是在看外国人歌颂中国的影片 这个事情其实在巴基斯坦 在孟加拉 应该是比较严重吧 我也不想多说了 讲真的对于这个中国人的行为 我真的挺愧疚的 因为在这片非洲大陆上 生活着咱们一百多万的同胞 我觉得做人是有底线的 你赚钱可以 但是你要记得你是一个中国人 所以你的所作所为 都会被贴上中国人什么什么什么标签 本身在非洲工作生活的中国人 时不时就会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 现在这种事情疫情发酵 群情激愤之下 当地那些激进的年轻人们 会不会掀起一些反华的情绪呢 而这些情绪呢 就会被转移到在非的华人身上 就在BBC这条视频播出之后 马拉维政府随即表示 将在48小时以内彻底清查 在马拉维境内的所有中国人 所以你带来的这些后果 你课程想过 不只是对你自己 通过本次事件呢 小众也想发表一下 自己对于非洲 以及非洲人的一些看法 首先作为中国人在非洲 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法律 也一定要尊重当地人 我们并没有高谁一等 也没有低谁一等 当我们在遇到一些 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 我们要不卑不亢 但是也要灵活处理 因为这里毕竟是非洲 第二呢 我们来非洲是工作的 是来赚钱的 别人并没有强迫你来这里 所以既然你来了 你就得学会去理解 去尊重 去接受 这点是很重要的 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 且不说为中非友谊 添断加瓦 至少咱们不给国家找麻烦吧 也不要成为外媒 抹黑中国的画饼 然后第三点 我想说 在非洲打拼都不容易 你说谁想离开自己的家乡 离开自己的家人 来到非洲去打拼呢 所以通过这条视频呢 我想说 想呼吁一下 所有的咱们中国人 和海外的华人啊 只有咱们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我们 不管在哪里 都有好人和坏人 我们还是相信 好人多一点吧 好人多的咱们 咱们 咱们 咱们